今天是大年初三 但是南投發生了一起死亡車禍 這是一名省信男子凌晨時間 開車載著太太返家 但是途中不明原因失控 撞上了公園圍牆 由於撞擊力道猛烈整輛車 瞬間成了廢鐵 其中坐在副駕駛座 妻子是當場沒了生命跡象 送一急救還是宣告不治 至於男子身受重傷 緊急轉院開刀 凌晨一點度 一輛黑色自小客車行進入口時 在毫無減速情況下直接往前撞 電線桿晃動 車體零件四散 冒出大量白煙 從另一個角度的接觸器來看 駕駛行進入口完全沒踩煞車 高速直撞路旁電線桿 猛力撞擊 整輛車瞬間純廢鐵 最後車貨包到場 駕駛重傷受困車內 同車女性乘客掛在車門上 事發在初三凌晨一點多 三十八歲審刑男子 開車載的妻子白天回娘家後外出 疑似在反家途中 行進南投中心路 不明原因失控自狀 坐在副駕駛座的妻子 當場失去生命跡象 急救後人宣告不治 初步分析研判呢 應該是車速破壞造成的 令駕駛是否有酒駕情形呢 需要等待醫院的抽血檢驗報告出來才得知 水性男子內臟破裂氣血胸嚴重 緊急轉院開刀 自撞意外一死一傷 夫妻從此天人永隔 被撞斷的電線桿位移三十公分 導致上線戶無電可用 台電一早派員加緊搶修 記者 微笑語難道報導 借過然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